呃 嗨 搞腰 這什麼偏方 哈囉大家好 我是閃到腰的毛巾 我昨天早上彎下腰的時候就是撿東西而已喔 就是這樣一個動作而已 然後突然間感受到一陣酸楚 而且劇痛感在我的這個腰椎這邊 然後我整個趴在地上 晚上受不了的就跑去復健科 總之畢業季雖然已經過去了 現在很多碩士剛口試完的畢業生們 剛開始要找工作而已 那因為我之前也是碩士畢業之後才開始找工作的 所以我今天會來分享一些我過去找工作的一些求職經驗 以及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用很好用的工具 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七八年前當時一樣 就是找工作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找到什麼樣類型的工作 感到很徬徨的話 今天這一集也許會對你有幫助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之前就很多人希望我聊聊我過去的工作經驗 那我的工作經歷必須要先從我的大學時候開始 大家可能知道我就一路念理工科系嘛 然後就一路當到工程師 不過呢我在當時考大學的時候 我蠻排斥成為理工科系的學生的 當時啊有兩個科系是我在做選擇的 一個是工商管理學系 一個是機械工程學系 影片可以在這邊先停下來 我就問大家 如果你同時上了這兩個科系 你會上哪一個 你會上哪一個 台大的 應該是機械工程 為什麼 艾琳是工商管理學系的 我當時真的很想要上工商管理學系 真的假的 原因非常非常的單純 那就是女生比較多 我是說真的 因為我就是知道機械系的男女比大概是15比1 真的超可憐的 然後工商管理學系男女比大概1比1吧 女生還比較多 那不就還好我遇見你 工商管理學系要跳機械系的很難 但是你們過來修我們的 那又是後話了 我在當時高中生的時候 我怎麼會知道有這些事情呢 工商管理學系不是我不選 而是我推真沒有上就是這麼單純 我在考碩士的時候其實呢 也面臨了到底要選文組還是理組之間的抉擇跟猶豫 想不到吧 因為當時在台大的考研究所的時候 其實你不見得只考一科而已 只要他的時間是可以讓你安排的 我同時可以考3到5個科系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時我就對國企所的技量經濟 應該是這個名字吧 我有點忘記了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繼續考機械所 或是應用力學研究所 理所當然去考這些科系 為什麼會想要考國企所呢 原因是因為機械系的那些力學 我實在是念膩了老實說 如果你也是理工科系或是機械系的學生就會知道說 機械系就在念各種三大力學 材料力學、流體力學等等的東西 國企所到我就可以學到一些經濟學啊 財務管理 然後一些計量經濟的一些知識 以後搞不好可以變成一個科技仔才看盤 所以這幾個鎖我都去試試看啊 那最後呢 國企所還是落榜了 我考國企所的時候 我的經濟學考得超高分的 居然是歸基分給我重見落嘛 超扯的 所以後來我也就上了應用力學研究所 到這邊你以為我就真的理所當然 就是去應徵工程師的職位嗎 沒有 我還在猶豫到底要不要當工程師呢 當時其實我有一種心態是 我念了很多理工科系的知識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不太想要當工程師 因為當時我的一些學長姐不管是在台積電科技業嘛 就是要看著機台 然後要做很多實驗數據等等的 那這些東西 老實說 那個時候就有一點小膩了 所以當時我投履歷的時候 我不只投工程師的職位 我還去投了像專案經理 產品經理 當時我有成功計面試關卡 一個就是技嘉的專案經理 是筆電部門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HTC宏達電的研發工程師 這兩個其實都是科技業啦 那我當時真的有點想要去 當專案經理試試看喔 彈性比較大 可以跟人接觸 然後又可以一次看到很多東西 老實說有一個很現實的狀況 那就是這兩個職位的薪水差距很大 這個薪資不知道可不可以公開喔 應該可以吧都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 我是碩士畢業喔 那產品經理的職缺 開給我的薪水大概是35000到38000 研發工程師開給我的薪水呢 就直接從50K開始起跳 這個差距讓我找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毫不猶豫的還是選擇了 研發工程師的職位 所以這就是我大學生 然後一直到求職的時候 一直有一種 不想當工程師叛逆心態的一些 小黑歷史的故事 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對我求職第一份工作的黑歷史 有興趣的話 科技導遊邀請我做一個專訪 影片在這邊 有興趣的話大家要記得去看一下喔 我講了不少小秘密的 如果當時我用一些方法 更了解我自己的興趣個性 或者是職場上面的狀況的話 我會更有效率的培養自己的技能 在找工作啊或是升遷路上 以後比較輕鬆吧 感謝我的好朋友Grace 他就是讓我做了一個 蓋洛普的天賦分析 這個測驗的名字叫做 蓋洛普的優勢識別測驗 clifton strength 這個測驗的目的呢 就是用一些客觀的問題 就很像是在做心理測驗一樣 他把這些比較抽象的天賦概念 客觀而且具體化的分析出 34種的天賦類型 這個測驗真的非常的屌 天賦跟技能所不一樣的地方是 技能是需要後天學習培養的 但是天賦有很大一部分是跟自己的個性 擅長的地方有關係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我早一點去做這個測驗 並且了解自己的優勢天賦的話 也許會在我需要做重大選擇的時候 幫助我做出更符合我傾向的一些決定 簡單來說就是會讓我在人生的選擇上更有效率就是了 因為這個測驗非常專業喔 而且還有一些分析報告 我記得應該是一兩千塊台幣吧 我把連結放在影片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點擊看看喔 那我接下來就跟大家分享說 我做完之後到底有哪些天賦呢 這幾個天賦對我來說 還有我的工作上面有什麼樣的幫助吧 如果你已經很想要做這個測驗 又怕被我雷的話 你可以先去做完這個測驗再繼續看這支影片 他最後分析出來的報告會有 決定我有五項最突出的這五個天賦 第一名的天賦是Analytical 分析 在分析的天賦裡面呢 他說我會去尋找工程師長講的root cause 事情發生的原因跟理由 然後呢我會去尋找各種因素 然後會導致現在這個狀況的發生 這個完全就是符合工程師的個性啊 工程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解決問題 比方說我之前就是在手機的多媒體研發部門 那主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升學相關的問題 Acoustic 今天我們要如何讓一支手機 你看這麼小隻的手機 然後讓喇叭跟麥克風能夠正常的收音 並且放出好的聲音 不至於這個孔洞太小導致破音 比較小看這個問題喔 今天一支iPhone14 它在產線上可能一次就生產出幾百萬支 要如何讓這些手機的規格是很一致的 這個真的是很考驗研發工程師 但我真的有點後悔我比較晚做了 我到底是因為工程師工作的經歷之後才有這個天賦呢 還是我過去就有這個天賦 我現在也無從得知了 這個好像是會變的耶 對這個會變 每一個時期自己做都會不太一樣 如果大家想知道愛玲的天賦是什麼的話 你可以看這支影片 我第二個令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那就是Relater You find the satisfaction in working hard with friends to achieve a goal 它的意思就是說我在工作上面是比較適合 緊密的跟少數幾個很重要的夥伴一起工作 也就是朋友貴金不再多的意思啦 這個令我非常的驚訝耶 因為我一直以來就是比較悶少一點的人吧 也就是說我比較不會去多人的social 但是呢如果真的跟我成為朋友 或者是成為工作夥伴的話 我一定就是會盡心盡力的跟大家一起往目標前進 看來可以跟我當朋友很不容易 我第三個天賦是Strategy You create alternative ways to proceed Faced with any given scenario You can quickly spot the relevant patterns and issues 就是當工程師的料啊 他提到的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尋找各種可能的方式去進行 其他工程師的類型我不太確定 但是以我當研發工程師的情形來講 完全就是需要這樣子的技能喔 工程師的職業變真的就是 會去找各種的資料然後整理整理 並且呢找出一個最佳化的結果發生 我真的邀請所有的工程師 或是想當工程師的人 都來做做看這個測驗 八成應該都跟analytical還有Strategy 這兩項會有關係 第四個呢是學習者 Learner You have a great desire to learn and want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rather than the outcome excites you 我不知道這個我們就很想要笑 因為這個個性呢經常讓我跟艾琳吵架 我跟艾琳現在一起工作嘛 然後我們遇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在想說 欸好奇說這麼做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要從更底層的方式去思考 但是呢艾琳就會說 啊我們趕快用最快的方式去解決它啦 為什麼要想那麼多 就覺得這個挖掘問題的過程非常非常有趣 但是艾琳就會很不耐煩 我覺得你人生花太多時間在分析了 哈哈哈哈 這個樣子才能夠讓人類更上一層樓的科技進步啊 你知道嗎 我在大學的時候幾乎不被公式的 我就只被幾個基礎的公式 接下來看到考卷的時候 我就是一直推導一直推導 我甚至可以從最基礎的幾個公式 然後光是用推導的方式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因為考大學的時候這麼多題目 你不可能全部都背下來吧 但是有很多應用題 就是一定要有那個推導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這個技能 倒是蠻適合數學家或是理工科系的學生 最後一個天賦呢叫做Competition 競爭 You measure your progress against the performance of others You strive to win first place and reveal in contents 這個意思就是說我一定要當第一名 如果要我當第二名的話 那我不如就不幹了 大家一定沒有想到這個溫和的毛巾 居然會有這麼多競爭的心態 以我之前在Google上班的經驗 我們在評比績的時候是360度的 不只是由我們的主管會對我們評分而已 我們的旁邊部門的工程師 如果我有帶人的話 我的下面的員工也必須要對我這個人做評分 上層的主管就會對這些綜合的評比 做出是否深淺的決定 對我來說直階上面就跟打遊戲一樣 如果規則定得越明確 我就會想盡辦法在這些規則之下 脫穎而出成為第一名 也可能是這個個性讓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就是沒辦法放過自己 我就覺得一定要做到非常的強 並且呢只要看到別人有做一樣的事情做得比我好 我就會想要幹掉她 現在還沒有其他女人可以幹掉我老婆 我連選老婆也要選第一名 好散喔天 總之呢我真的強烈的建議大家可以來做做看這個測驗 如果你跟我有重疊的優勢的話 說不定你也是蠻適合當工程師的人喔 我覺得對個人而言 了解自身天賦優勢的重要性在於 知道把自己放在什麼樣的職埃跑道 在殘酷的競爭社會中最大花年薪或其他報酬 雖然說我已經從工程師離職一段時間了啦 但是工程師的Analytical Strategic 還有Learn了這幾個重要的天賦優勢 真的是幫助我現在在經營多個項目的時候 有很大的幫助 也許大家可能會說 欸我現在就已經知道我的一些優勢啦 但是原本我可能只覺得好像是這樣 好像是這樣的抽象概念 這個優勢測驗他就用很客觀的描述方式 把說明寫下來 並且呢他這個測驗的分析報告是非常詳細的喔 畢竟天賦是客觀的嘛 有這個個性的人也許他在某個地方可以做得特別好 但是呢如果你把這個天賦放在不對的地方 也許是一個阻礙也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測驗蠻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我了解我這個天賦之後 我把我自己放在對的地方 這個真的是超重要的 我們出社會就知道了 如果你英文很強的話 你做完這個測驗之後 你可以自己去看那個報告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剛提到退坑我做這個測驗的好朋友Grace呢 他是Garrop國際優勢認證的教練 他在過去三年舉辦了超過20場的線下直在工作坊 我跟Grace一對一的諮詢過非常多次 被他諮詢過的人來自各行各業 所以他的database非常的豐富 我跟Grace聊這個測驗的分析報告之後 才發現說 這個報告其實也是需要專家來解析的喔 所以Grace他就針對這個報告的分析 做這一堂線上的課程 他會針對開日補測驗完之後的 這三四種的結果 分析從整個台灣的企業文化價值觀 然後職能以及個人的天賦 去找到屬於你自己的職場定位 如果你是人資或是手下 帶很多員工的管理者的話 這些優勢的思維鍛鍊的方式 要如何去切換以及組合應用這些分析方法 讓你帶領你的員工或是管理你的人才 達到一個更好的效率 我現在就在滑他這個課程網站裡面的東西 真的超豐富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把這個課程連結放在影片資訊欄 那也感謝好朋友Grace被我拗到了一組折扣碼 所以如果你購買的時候 不要忘記輸入我折扣碼 可以得到一個不錯的優惠喔 老實說我覺得整個持起來的發展 真的就是在認識自己 並且找到自己最適合做什麼事情的過程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人是會變的喔 也許我在過幾年之後再做這個測驗 一樣的測驗 那我得到的結果會完全不一樣 也說不定 我看的視野 格局 以及我感興趣的東西 也已經不一樣了 如果要我給過去的自己一個心得 建議的話 我會說 不要輕易的讓自己的熱情跟興趣 就這樣走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一個心情是 突然間很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但也許上班太忙啦 或是說 周遭的朋友就不在那個領域 讓你遲遲沒有行動 那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 因為興趣跟熱情熱的東西 也許過了兩年之後 它會消失的 我自己從大學開始 就非常喜歡用相機攝影這件事情 我很信心我沒有放棄它 甚至我在當工程師的時候 下班之餘 我還是很努力的去學習這方面的知識 而且去真的拍出很多的作品出來 我真的很開心我沒有放棄這項興趣 我現在也因為我這樣的興趣跟技能 幫助我培養出很獨特的影響力 而且感興趣的事情是會越做越開心的 如果你的工作跟興趣差太遠的話 做久的總是會倦怠 但是一旦你的熱情跟興趣 跟你的工作是有關係的話 相信這是一個可以走更長久的一件事情 好啦 總之這就是勞生長談啦 希望各位畢業生們 或是你現在在職場上面遇到猶豫 可以因為這個影片有一些幫助 突然想到我弟就是今年的應屆碩士畢業生 他志工所剛畢業 我也很好奇他會找到什麼樣的工作 如果大家在職場 或是人生有什麼思考 或是想要問的問題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也許找到一些不錯的題材 在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喔 天啊 站不來起來 喔 手一定要撐著 喔 天啊 大家一定要好好顧自己的身體耶 喔 我這個應該要一兩個禮拜才會好吧